阿爺白色恐怖,哄学者要色怒 全国各州人民一道共享 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大陆哥,港渣粉丝哥哥 我老爸,叫你港湖 我个人认为港独在香港是没有市场的 香港的市民行动 加上中大日程文调 就认中国人的比率 上回国以来的新低 就是这样,拿着了阿爺 他们的环球时报就写了旁边的文调 啊,民调不严谨 断章取言 下头去免 三公盐头 令到假命题成为了真生活 最拿胆的在尾段 奉劝各位福姐 与美政治的喧嚣 小玩敌血认称的闹剧 之后又列出几大罪名 不科学啦 伤害两地感情啦 不学术等等 还叫大家想想 怎样 共享 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白色恐怖哦 但是负责研究的学者就没害怕过 我在做完这个研究 就是拖着一个平常心去做 因为这次 因为现在有些政治事件事 而他将这个调题放大 而去进行批评 我觉得其实我亦都不会因为这样 而觉得有什么压力 这次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近年左暴同西环 密密针着学者的言论 好像仲庭妖的身份认同调查 比阁铁川点名说欠科学 成名呢 就被人说是带着学者投降的长毛了 有学者说 整篇东西都是危言耸听 做到打压学术界 制造白色恐怖的效果 其实债举龙斯奇都被人闷黑是港独 北京已经开始加强打击本土运动 批斗不可能陆续有来啊 感谢观看